普莱西素·弗格森,1896年,美国著名特案,1008。 The Pivotal Case, Plessy v. Ferguson, 1896, United States Court Case, 1008。 在十九世纪末,美国正面临内战的后果和重建时期的影响。 正是在这个动荡时期,普莱西素·弗格森案出现,为国家的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 我们故事的主人公,霍莫·普莱西,是一位混血的新奥尔良居民。 霍莫皮肤较为浅,容易被认作是白人,但他认同自己是有色人种。 露伊斯安纳州,与许多南方州一样,颁布了强制实施种族隔离的法律,这反映了一系列被称为吉姆·克劳法的歧视性立法。 在1892年夏天,霍莫·普莱西站出来反对种族隔离。 他在民权活动家的支持下,策划了一项挑战露伊斯安纳州分车法和线性的计划。 他,跟民权党的支持者们的支持者们,调查了一项挑战露伊斯安纳州分车法和线性的计划。 该法规定,在火车上为白人和黑人乘客设立分开的车厢,并对违反该法的人实施惩罚。 1892年6月7日,霍莫·普莱西购买了东路伊斯安纳铁路的一张一等车票。 一旦上车,他就坐到了火车的职工白人区域。 当他的种族身份被揭示时,他立即被逮捕。 普莱西的逮捕,奠定了一个将通过历史回响的法律斗争的舞台。 该案最终在美国最高法院达成,中心问题是,强制实施种族隔离的州法是否违反了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。 1896年,最高法院在7比1的裁决中宣布了其判决。 法官亨利、比林斯、布朗代表多数人撰写了裁决书,维护了路伊斯安纳法律的宪法性,并表示,只要分开的设施是相等的,他们就不违反第十四修正案。 这一臭名昭著的判决巩固了分开但平等原则,为种族隔离提供了法律基础。 然而,约翰、马歇尔、哈兰法官的唯一反对意见将在历史中回响。 哈兰辩称,宪法是色盲的,任何形式的国家赞助的种族隔离都是不平等的。 哈兰辩认为将来对种族隔离法提出挑战奠定了基础,成为为那些反对体制内种族主义的人提供希望的标志。 普莱西素·弗格森案标志着美国历史的黑暗篇章,为几十年来的种族隔离制度打下了基础。 这一判决绝维持了分开但平等的观念,并为歧视性做法提供了法律支持。 直到近六十年后的重大判决,布朗素教育局案,1954年,美国民权和种族平等的斗争才取得了转折。 It would take almost six decades for the Supreme Court to overturn this precedent in the landmark case Brown v. Board of Education,1954, a turning point in th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and racial 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.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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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